请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校校长 倪明选教授 主持开学典礼 继校园启用仪式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学典礼及校园启用仪式 现在开始 全体起立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侯伤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套着敌人的逃脱 前进 套着敌人的逃脱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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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就座 尊敬的李希书记 怀进鹏部长 王伟中省长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老师们 同学们 上午好 今天 我们相聚在广州南沙 共同迎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盛大开学 新校园正式启用 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香港同内地交流合作领域全面拓展 机制不断完善 香港同胞 创业建功的舞台 越来越宽广 港克拉广州的成立是推动一国两制 事业发展的创新实践 也是香港与内地城市在教育领域携手合作的新探索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出席本次典礼的主要领导和嘉宾 他们是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先生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先生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忠先生 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林克庆先生 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先生 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熙先生 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张小强先生 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永涵先生 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副主席杨家参先生 国内外院士嘉宾有高松院士 郑南宁院士 梅红院士 张立群院士 潘涛院士 张统一院士 朴泽范院士 出席本次典礼的还有 国家部委有关领导 广东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 香港特别行政区住院办有关领导 广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 兄弟院校代表 师生校友代表以及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们 在此 我仅代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历龄表示热烈的欢迎 对于各位领导嘉宾对学校筹建和发展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港科大广州的建设 离不开广东省的统筹支持和悉心指导 有了这样坚强的保障 我们对港科大广州今后的办学充满信心 现在请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忠支持 大家欢迎 中静的理系书记梁振英副主席 中静的李家超行政长官 怀敬彭部长 宁明雪校长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老师们 同学们 在我们喜迎党的二十大 即将胜利召开之际 非常高兴迎来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开学典礼 这是在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亲切关怀下 粤港大广州建设取得的 又一重要成果 是南沙方案出台后 落成的首个重大项目 也是内地与港澳先手建设高水平示范系合作大学的有益尝试 受理系书记委托 我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 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香港特区政府 国家教育部 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对学校的建设 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各位嘉宾和全体师生 致以诚挚地问候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教育是百年大计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要扩大教育开放 同世界一流资源 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 近年来 广东充分发挥 比邻港澳优势 积极引进国际知名大学 来院合作办学 目前已有无所中外 内地与港澳合作大学 占到全国的一半 这次香港科技大学 和广州大学 合办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 国家教育部的关心指导 我们相信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建成 比较对广东推进 越港澳大湾区 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 对广州提升高等教育水平 对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 越港澳全面合作 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美丽新校园 放飞新梦想 经过一切多个日夜的奉战 今天学校正式开学 为青年学者在大湾区 就学 就业 创业 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和机会 希望同学们充分利用 这一国际化高层次的学习平台 认真学习 刻苦专研 在这里向学海洋帆 向梦想启航 希望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坚持利得素人根本任务 融合内地与香港优质教育资源 培养更多具有国际事业的 创新型人产 进一步增强港澳青年对祖国的向心力 广东省委省政府 全力支持学校建设发展 助力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促进内地与香港教育融合发展 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服务一国两制伟大实践 做出更大贡献 中心祝愿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未来 更加美好 祝各位老师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祝同学们学业有成 虔诚是尽 谢谢 谢谢王伟中省长 今后 港科大广州将根据教育部和广东省的要求 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不断理念办学特色 改革创新 努力打造粤港澳合作办学典范 现在请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敬鹏支持 大家欢迎 尊敬的李希书记 梁振英副主席 李家超行政长官 王伟中省长 宁明选校长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云天收下色 木叶动秋生 秋光清丽望远南沙 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园顺利建成 并迎来第一批年轻的学子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 在此我仅代表教育部向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开学 向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表示热烈祝贺 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香港特区政府 广东省委省政府 广州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 表示忠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历史见证壮阔的征程 时间镇刻坚实的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高度 深入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 谋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全新拦度的 引领港澳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教育心则国家心 教育强则国家强 在国家发展中 教育永丹使命 努力贡献最深厚 最持久 最磅礴的前行力量 我们着力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开放新高地 推动内地与香港教育领域交流合作 日渐丰富 日益深化 日趋活跃 特别是三所 内地与香港合作大协相继建立 在丰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 培养创新人才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是一国两制伟大事业的生动实践 更是教育服务 粤港澳大温区和国家建设的具体体现 各位老师同学们 形而不错 未来可期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 而深刻变化的世界中 面对相互交织的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要立足时代 面向未来 以开放合作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以教育数字化 推动教育生态转型 以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服务人的全面发展 加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应运而生 勇力朝头 肩负着时代的责任 必将大有可为 大有作为 老师们 同学们 你们是新时代的见证者 更是未来的创造者 在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三点希望 第一 欲财肇事 为国之本 希望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铭记总书记的阴阴嘱托 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目标 坚持正确办学方向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后执培养胸怀国之大者 人才卧组 担当粤港澳科技创新的智慧引擎 搭建内地与香港青年交流的桥梁纽带 努力成为扎根中国 融通粤港 面向世界的新时代合作大学的标杆与示范 第二 师者人之模范也 教师的职责是神圣的 教师的一言一行 对学生的影响 可能就是一生一世 希望老师们 用坚定的理想信念 先进的教育理念 传道授业解惑 以人格魅力 人导学生心灵 以学术造诣 启发学生智慧 成为总书记所讲的大先生 第三 青年者 国家之魂 希望同学们 在奔涌向前的时代大潮中 珍惜美好年华 勤于学习 敏于求知 敢于创造 锤炼高尚品格 练就过硬本领 成为具有家国情怀 和全球视野的高素质人才 老师们 同学们 竹梦新时代 扬帆正当时 我相信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一定会越办越好 同学们一定会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新征程上 放飞青春梦想 成就美好人生 谢谢各位 谢谢怀敬峰部长 作为在越卡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干要和燃沙方案颁布实施后 首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内地与香港合作举办大学 全球第一所融合学科大学 港科大广州的未来发展愿景 也将与越卡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方向紧密契合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培育中间力量 学校筹建期间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 多次到建设现场调研指导 一直以来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嘉超先生也非常关心 支持港科大广州的建设工作 今天杨振英先生和李嘉超先生 非常希望亲您本次典礼现场 但因疫情影响无法成行 现在让我们通过云端相聚 首先请观看李嘉超先生的视频致辞 均敬的理系书记 怀敬鹏部长 王伟忠省长 林科庆书记 各位嘉宾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我很高兴 通过视频的方式 参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开学典礼 庆贺这个税广教育合作的历史性习科 百年大纪 教育为本 粤港澳台湾区建设 是由习近平主席 亲戚谋划 亲戚部署 亲戚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自从粤港澳台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在2019年颁布以来 港科大广州 是首个或国家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 由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 正好体现规划纲要支持台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 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的定位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也是南下方案今年六月颁布以来首批启用的重点项目 香港科技大学创立于1991年 31年来成功建立了全球顶尖研究型学富的品牌 2007年港科大霍应东研究院率先落户广州南沙 为国育才 港科大在2018年与广州市政府和广州大学签署三方协议 筹建广州校园 今天港科大广州在南沙开校 必将引领税港教育合作开启新片江 在这里我希望香港科大广州提出三点计划 第一 进一步发挥香港联通世界的节点功能 港科大作为飞升国际的院校 有充分和成熟的条件 善用学术成就和国际联系 贡献国家高质量的教育发展 第二 贡献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下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定位 我鼓励港科大广州 秉承港科大一体双校互补的理念 与香港校园协同推动国家的科技发展 第三 培养爱国爱港 而具备国际视野的新一代 我希望港科大广州 培养学生成为面向未来的高端创新人才 以及推动国家和香港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习近平主席7月1日 在香港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我们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 我重新感谢国家教育部 国务院港澳办广东省政府 广州市政府和中联办对项目的全力支持 以及港科大与广州大学的不懈努力 为青年带来全新的学术发展机遇 香港与广东省三水相连 关系密切 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广东省政府携手分镜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尽情 贡献力量 最后我祝愿各位同学珍惜青春好时光 好好享受你们在港科大广州的学术纪律 实现你们的梦想 谢谢大家 谢谢李家超先生 现在请观看杨振英先生的视频致词 李系书记 怀建鹏部长 李家超行长官 黄伟中省长 黄李全富军 林克庆书记 张小强秘书长 郭永航市长 港科大广州现在开学了 和港科大广州签订十年合作协议 优先取入港科大广州教职员 的非内地籍子女的广州南沙民心港子的学校 现在也开学了 我对两校的开学表示热了祝贺 我充满期盼 充满信心 港科大广州开学有三成意义 一是广东省多了一所一流大学 二是粤港在高等教育和科研两方面的合作 有了新平台上了新台阶 三是粤港两地将实现跨经和跨领域的产学研合作 广州南沙民心港人子的学校开学也有三成意义 一是中国内地有了一所非盈利性的港人子弟中小学 补了一片空白 二是为港科大广州的教职人员解决了非内地籍子女的教育衔接问题 三次在南沙港市国际社区打造了港人一业一居的核心 去年4月 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成立 是创始性的长设的咨询机制 也为粤港合作和两校的筹办的大环境大桥开路 今天两校同步开学是重大的粤港合作成果 也是国家持续改革开放的重要体现 2018年11月12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香港 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四周年访问团时指出 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 港澳的地位是独特的 作用是开创性的 也是深层次多领域的 时间用两次 对香港远远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习主席指出 建造大湾区要创新体制机制 要促进要素流通 大湾区要大胆闯 大胆试 开出一条信路来 习主席当年的讲话是全面的 深刻的 对两校今后教学研都有现实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各位朋友 任何国家民族的未来都取决于下一代教育的质量 香港科技大学来广州南沙办学不简单不容易 民心作为非盈利性的香港民间团体来广州南沙办学也不简单不容易 我向两校的校董们 跨过深圳河的校长们和老师们 自以崇高的敬意 香港涌入国家发展大局 必然有抹合的过程 香港和内地双方都要拿出勇气和毅力 我恨要向两校的所有谋划者 支持者 建设者和劳动者 自以衷心的感谢 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夜日庆祝 73周年国庆 在这里我要和大家一起 祝愿我们的国家富而强 同胞们受而康 祝愿两校校无兴隆 老师们工作顺利 祝愿同学们学业进步 前程万里 祝愿深圳和两岸的各界朋友们 共享越岗全方位合作 祝国繁荣昌盛的伟大荣光 谢谢大家 谢谢梁振英先生 接下来进行最后一个环节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园启用仪式 请理系书记 怀进鹏部长 王伟中省长 林克庆书记 一部主席台 请各位领导 将右手放在面前的启动台上 让我们一起倒数 三 二 一 启动 谢谢各位领导 此时此刻 从香港科技大学飞来的红鸟 环绕场地 翱翔九天 各位领导 仪式到此结束 再次感谢大家 对港科大广州的厚爱与支持 祝大家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